接下来我们有请即时编译曲强 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前方的观察 好的 于信 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加德满都呢 这个天已经基本亮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前方的这个各路媒体 也听到了慢慢的有陆续的信息传回来 那么现在的时间呢 应该是在这个加德满都时间的早上 这个7点03分 那么现在呢这个死亡的这个数字呢 从最前方的已经先传回来了 那么根据这个美国这个CNN 也就是有线新闻网的这样的记者的报道呢 他们说现在呢 官方可以确认的这个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到了1805人 那么而且呢这个数字呢 应该还在不断的累积 因为现在的话呢 尼军方还有包括一些大型的这个作业的设备 已经开始慢慢的 向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受难的这个场所呢 开始挺进了 那么一些道路比较好的地方呢 已经开始了相关的这种的挖掘 和大规模的这种的救援的工作 具体的信息呢 我们还要慢慢的再来跟进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相对好的消息 就是说呢 已经开始有陆续直升机 开始抄这个珠峰的大阪营 或者说是朝喜马拉雅山区的这个登山营地呢 开始进发了 那么据前方所传来的消息呢 一支美国的这个登山队 刚刚呢已经获救了 但是呢 情况非常的惨重 他们的这个营地呢 已经整个被扫平了 那么相关的这个伤亡呢 也非常的大 很多的队员呢 在这个山上呢 几乎是趴了一宿没有睡 并且呢 他们还要把这个死去的同伴呢 装在这个睡袋里头 然后呢 把他给扛到一些相对稳定的地区 然后一直等到今天早上直升机来的时候 才慢慢的把他们全部都转移走 但是万幸的是呢 很多的人呢 还是已经获救了 那么其他的关于这个 咱们中国的登山队 还有其他各国的一些登山队的情况呢 我们暂时还不得所知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呢 今天呢 会有更多班次的直升机呢 陆续恢复这个出事的地点 开始呢 对这个登山的人员呢 也进行施救 那么相关的消息 我们随后也会给大家传过来 谢谢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的即时编译 虚强带来的一个 有关地震灾后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观察